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火箭发射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耳朵都能听得到 你的皮肤使你可以感觉到你所触摸的物体 无论它们有多软 你的鼻子可以嗅到上千种气味 你的舌头可以分辨各种味道 从柠檬的酸味到冰淇淋甜甜的味道 当这五种感觉一起发挥作用时 它们能为你清晰地描绘出周围的大圈世界 就让我们从眼睛开始吧 看看你是如何看见物体的 眼睛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光线通过这个透明的遮干物就是角膜 角膜盖出了可以进入眼睛内部的特殊入口 找镜子的时候你便可以看到这个入口 眼睛浅色部分的中心有一个深色的圆圈 它被称作瞳孔 当光通过瞳孔之后照射到眼睛的晶状体上 晶状体可以使你正在看着的画面聚焦 并传送给眼球后面的视网膜 是视网膜将信息传递给大脑 因此它非常重要 信息的传递看上去似乎要走一段很长的距离 但是它却是在一瞬间完成的 甚至比眨眼睛还要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距离很近 或者是很远的物体的形状和颜色 声音传送给大脑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声音的传送是从耳朵开始的 如果你触摸正在播音的收音机的喇叭 你会感觉到喇叭在动 这叫做震动 声音使空气产生震动 震动的空气叫做声波 声波进入耳朵 又会引起耳膜的震动 这是听觉的开始 你的耳膜使旁边这些小耳骨产生震动 它们又带动耳窝震动 耳窝是螺旋形的 它像是一个贝壳里面充满了液体 当液体流动时 可以将一排排的细小绒毛搅动起来 那些绒毛将声音信息传送到大脑 然后一边可以听到 周围的世界到处是声音 耳朵让你能够听到它们 从街市的大声喧哗 到蜜蜂的嗡嗡声响 耳朵带给你一个喧嚣的世界 我们也可以通过双手来探知这个世界 从幼儿时期 你就通过捡起 触摸身边的物体 认识世界 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会有感觉 感觉与你皮肤接触的任何一样东西 皮肤 这个全身最大的感觉器官 紧紧地包裹着你 因为有皮肤 你可以感觉寒冷与酷热 分辨出光滑与粗糙 湿润与干燥 也能感觉到疼痛 皮肤通过脊髓 将信息传递给大脑 假如你想尽快知道水是否很冷 就需要整个传递过程 在瞬间完成 有了触觉 你就安全多了 不会轻易地受伤 或者是生病了 嗅觉可以帮你找出 对身体有益或有害的物体 所有的物体都是由肉眼看不到的极小的分子组成的 需要借助显微镜才能看到它们 如果这些分子靠近你的鼻子 它们很有可能被吸进去 并附着在鼻子内部细小的绒毛上 鼻子下一步要做的便是将嗅觉信息传递给大脑 因此 只是凭着气味 你就知道周围有鲜花 还没有吃到橘子 也能知道旁边有橘子 人们用舌头品尝各种滋味 在镜子里看看自己的舌头 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平滑的 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 你会发现舌头是极为粗糙的 舌头上的突出物称为味蕾 味蕾是用来感觉 咸 甜 酸 辣 四种不同味道的 但是你品尝的东西的一些分子 也会进入鼻子 因此 味觉实际上是舌头和鼻子 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信息同时被传送至大脑 没有了味觉和嗅觉 你可能会吃下使你生病的食物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 我们的感觉器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要好好保护它们 无论是读书 去海滩 还是周游世界 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在工作 有了它们 你可以欣赏风景 聆听音乐 感受气味与味道 体会物体的质地和纹理 另外感觉器官同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确保你的身体安全和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